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第一次認他也是同意 他比較聰明 所以他馬上跳出來說 反對馬上跑去找江儀化院長 不過蔡英文就是他 蔡英文如果沒有在臉書上批評說 民進黨要特別責任的話 他會想到嗎 他應該感謝蔡英文 那所以我要講說 其實他雖然講說 這是歷史公園是錯的 不能叫歷史公業 因為有些人沒有犯罪 你怎麼講共業呢 共業是大家都犯罪他公業 有些人還是沒有犯罪 應該講說制度陷阱可以這麼講 可以作為這個量審的參考 不管這叫制度陷阱還是歷史公業 但我相信對所有觀眾朋友來講 為什麼你們犯的錯可以處罪話 哪叫歷史公業 大家通通來當民意代表就可以犯錯 當大學教授就可以用這個 什麼不實發票來報告嗎 中委員你可以接受嗎 你也是大學教授 我本來我當校長的時候就規定說 將來一定要根據實際的報效 那時候有些教授去反彈 所以就很麻煩 那我就說我寧可讓你們現在 罵我說很麻煩 也不要將來你們關進去以後 再恨說你當校長 為什麼不把這個講清楚 所以我是認為我們當教授的人 在這一塊更應該要遵守法令 再來這次修會計法是修的很奇怪的 它是修什麼呢 說101年以前做這些事情的 有期限的 就不算了 說101年以後還是要犯 還是要法 所以我是勸立法委員 在修法的時候 不要修讓我們覺得很可笑的法 然後有一個法說101年以前 做這些事情的違法就不算違法 那101年以後算違法 這算什麼法 所以這個法在說 它到底是為特定人士來量身定做 所以我們看整體事件受傷最多的是誰 在這份民謀當中 誰應該負起最大的責任 來看到得一秒是誰 30.3%的認為就是馬英九總統 沒辦法 他是國民黨主席 他也是馬英九總統 真的案子 剛才莊老師有講到 他到底為誰而修 為什麼修的是階段性的修法 那麼今天服役完之後呢 就應該不了了之躺在那裡嗎 徐委員 怎麼樣才能拿出立委的那個 當立法委員的初衷 你心中的正義感要拿出來 這個制度跟人都是一個相互的 是一個互動 然後制度有不修的話 他再好的制度都會不符思議 那人再好的話沒有道德勇氣 也會在關鍵的時候 這一個吐槌嘛 是 所以這個事件是這樣 然後強調這個會計法 這個修 本來就不應該去修會計法 你這個貪污的問題 怎麼會用會計法去幫他除罪 這個莫名其妙 所以這個亂了套 亂了套以後要從憲法重新開始檢討 從憲法重新開始檢討 好好的讓人民可以有一個博物